新的生活 跑步 这件事情 就会给人带来一种正的能量 生命里面又多了一种精力 跑步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一种运动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很享受和身边的人一起跑步 看到经过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时还不敢挑战拳马的时候 北半马就是我能接近梦想的天安门 唯一的机会 它是一个盛会 是我们跑者的盛会 每一个跑者心里一定都有一个梦 凤尾会比所有的节日更浓 加油 加油 我觉得一个人 你可能可以跑得更快 但是一群人可以跑得更远 加油 生命变得更加的充实 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对于我们大众来说 对于我们大众来说 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参与的这种乐趣 跑步这件事情 你会坚持得更远 聚同道合的人 大家在一起奔跑 当你做完一件你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是喜悦感 是别人没法理解的 你尝试了 你做了 你才能感受到那几个状态 你才能感受到那几个状态 他就了 兴奋到我夜里都没怎么睡着觉 刚跑完以后觉得自己太牛了 其实在冲签那一刻 觉得自己其实比上一次又进步了很多 就是很激动 又来又火了 这个比赛我就很难中千 想让他来感受一下跑步 最新的目标就是准备跑到先跑到80岁 只要自己还能走得动 我就可以跑 你甚至可以影响带动身边的很多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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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 years' 现在晚上一年 没有可能 有没有dd衷 有没有